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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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日路况 提醒各位司机 注意避开早高峰拥堵路段 错峰出行 刚才跟你说的那些 都听进去没有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首诗 首信 自律 是一个成功人士 必须要具备的最基本的品格 你说你今天早上非要赖床十五分钟 现在我就要在路上 把这十五分钟给撵回来 咱们已经答应好了老师 准时到 那必须要做到 下次不许再迟到玩啊 凌声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凌声 你试着深呼吸 都七点三十六了 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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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什么 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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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烧了为什么还强撑着不说 我才没那么娇气 你妈妈知道你带病上课会心疼的 我妈她 不会的 你知道你妈妈为什么一直严格要求你吗 她希望我从小就优秀 长大成为像她那样的 哦 是这样啊 她一直觉得只有严格要求 你才能变得优秀 但今天你发烧得很厉害 我知道你相信你妈妈是爱你的 你想不想跟妈妈表达一下 试一试 也许这次有不一样的结果呢 怎么还没换衣服 去吧 不试试 你永远不会知道结果 妈妈 妈 干嘛 我有点不舒服 不想去上课了 身体不舒服啊 这么烫 生病来不早点说 快躺下 去吧 妈 那我今天还用去上课吗 糖就别动 把体温凉了啊 喂 刘老师您好 我是林生的妈妈 我打扰你了 今天啊 林生 他可能应该 傲收客是去不了了 对他突然发烧了 怪我 怪我 怪我太粗心了 都没发现孩子身体不舒服 好 谢谢您了 来 妈 我真的没有 而且你看我 就知道了 谁知道做不好 我好 一天 那天 可以 登上 冬阖 上 上 的 凌晨 你现在怎么样 你能听到我说的话吗 凌晨 凌晨 我刚才明明已经给到结束的暗语了 他不会把他自己困在潜意识里了吧 凌晨 凌晨 你感觉怎么样 凌晨 凌晨 暴露疗法 将随灭 你俩最近 不是在讨论言诺的案子 是在讨论怎么催眠我吧 不是我们俩 是我们三 像阿姨也帮了不上忙 所以我妈的事也是假的 你自己先吃看看就知道了 去吧 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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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沈 沈沈 妈妈想对你讲的话 其实都告诉潇潇了 我虽然不懂催眠 但她说会像讲故事一样 在催眠当中 把故事讲给你听 儿子 这些年 你太苦了 妈妈亏欠你太多 没事 没事 都过去了 没事 没过 真想说来回难看 轻易把谁的秘密看穿 却同样习惯了沉睡情感 好 颜姐 麻烦你这边帮我签个字呗 好 这个 你说奇不奇怪啊颜姐 两个老板一起休假 还真是头一回见啊 林老师休假呢是为了尽孝 邵老板休假 是为了追偶像 什么 邵老板 还有偶像 当然了 好 飞行全程中 一定要听同教练口令 好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谢谢你 这里就交给我吧 好嘞 教练 喊什么教练啊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教练 你是我的教练 谁啊 你能行吗 放心吧 有我在 这飞行啊 就跟在陆地上 开车差不多 你只要遵守规则 可以很轻松很悠闲 等飞上去以后 咱们两个人啊 就像两只小鸟一样 飞啊飞啊飞啊 呜呜呜呜呜 天空翻新闪烁 说倒影 谁在深夜前闯 你不要怕 可以把眼睛睁开 不行 我害怕 有我在 你不要怕 你睁开吧 下面很美的 我们可以像鸟儿一样 自由地飞翔 好 你看下面 是不是很美 你懂就是线索 永不见证你和我 汲取那么多 还好我们没错过 啊 可真好 飞翔的感觉很美啊 可太美了 这可比做梦还美 你知道吗 我在生活里 大多数的梦 都不太美好 你可以和我说说 我可以帮你分析 分析 嗯 那天 我梦见了一片大海 可是我掉了进去 我拼命地往上游 拼命地往上游 怎么也游不上来 就感觉有人把我往下坠 当我低头一看 我发现了一条蓝色的丝带 我再仔细一看 是一双手 它慢慢地就把我拖了起来 我就浮出了水面 你刚刚说的 是一个关于情感的梦 你提到了大海 是人的情感 还提到了丝带 是人和人之间情感的纽带 而那个男人 在你即将被心中的情感 压抑得喘不过气的时候 跳下海 去救着你 这就代表他同样也在乎你 而且我可以肯定 这种双向的情感 不光是出现在你的梦里 在现实中 同样有一条无形的丝带 牵连着你和他 洛洛 关于你的一列损伤 是这样 我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尝试一下 你在画漫画的时候 画卡通的时候 我经常会设定叫限定男友 你愿不愿意把我 作为你的限定男朋友 哪怕只有一周的时间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 你可以做你自己 充分地表达你自己 我呢 会克服掉你所有的恐惧 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如果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有任何的不满意 甚至是不舒服 我们可以马上终止 你愿不愿意尝试一下 你愿不愿意尝试一下 就像刚刚我们两个人 一块儿飞滑翔彩 你愿不愿意大胆地跳下去 飞出去 愿不愿意试一试 到这里 你不愿意尝一下 你不愿意尽 你们俩答复 那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是我请你吃饭 你却偷偷把单买了 你带我玩还香散 陪我逛街还送我回家 是我该谢谢你 你跟我谁这么客气呢 我的 妈 都几点了 怎么才回来呀 你还把公寓的密码给换了 这位是 阿姨 你好 我是阎洛的朋友 我叫少宁 少宁 名字真好听啊 你现在在哪里上班啊 我自己开公司 自己开公司啊 好的好的 对了 阎洛的弟弟 我的儿子 正好要实习 你看看能不能帮忙安排一下呀 好好好 没关系的 阎洛 阿姨 我能力也有限 那你要是不介意呢 可以把弟弟的简历 发给我一份 我要是能帮忙的话 我一定会帮忙的 好的好的 你肯定能帮上忙的 你看你 还这么客气 阎洛啊 怎么让您家买这么多东西啊 阿姨 您别客气 这些都是阎洛喜欢的 没多少钱 阎洛开心就好 你看人家对你多好 我帮你拿吧 好好好 阿姨 那我就先走了 阎洛 找个时间 叫上阿姨还有弟弟 我请你们一块儿吃个饭 不好意思 我得感谢你今天还请我吃饭了 没有 阿姨 那我就先走了 好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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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好 拜拜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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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不对 对 我没听清楚 刚才谁请谁吃饭呀 我请他吃的饭啊 花了多少钱 一千多 我还以为你的付卡 给倒刷了呢 原来你在这儿乱花钱啊 请一个男孩子吃饭呀 这个男孩子也真是的 看着体体面面 帅帅气气的 怎么 约个会还让女孩子买单了 妈 她不是那孩子 我跟你讲 小姑娘谈对象 绝对不能道歉 她不是那样的人 她是什么样的人呢 她是什么样的人 那我了解 她说她挺欣赏我的 她每次都觉得我 她欣赏你 她欣赏你什么呀 她是欣赏你的长相 还是欣赏你的身高 还是欣赏你的钱包呢 还是欣赏你的年龄呢 除了年龄 我真想不出来 她到底欣赏你什么 你多大了 你脑子不要进水好不好 怎么给一个男的 忽悠两下子 你钱包就看不住了是不是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应该把付卡给你 剩你洋力这么大 有什么用啊 妈 你说得对 我以后都听了 我再也不刷付卡了 对了 从今天起 我不会再让他们 打一分钱给你了 我自己的港费 我自己报过 你在说什么 你是在跟我这个 做妈的算账是不是 钱是你挣的 这没错 但我是你亲妈 也没错吧 你从小到大 要是没有我这个亲妈 花了这么多精力 花了这么多彩力 培养你 养育你 你能有今天吗 所以她我就不太拥有爱情 胡说 你这么优秀 咱们好着呢 洛洛 过去的事情 你要让它过去 现在这个转盘在你手里面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 去捏你 你想要的任何形状 没有任何人可以干涉的 所谓的过去 不是说过去发生了什么 而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在我们的心里面 到底留下了什么 我们没有能力 去改变客观事实 你也没有必要去忘记 过去发生的事情 我们能做的 就是改变 对那些事情的看法 你过去那个磁盘 已经打碎了 它已经不存在了 你再如何拼 都拼不回去 你现在需要做的 是重新开始 是啊 你饰养了我 生了我 但不代表你可以把我说得一文不值 我没那么差 我有我自己的判断力 从那天起 我不再是这个家里的附属品 我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靠我自己努力来的 我不会再让你掌控我了 好 好 你就坐吧 你就坐吧你 你 你 别哭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邵老师 我今天真的特别开心 我把我压在信里很久的话 我都说出来了 最我不会哭的 你怎么会哭 我都说出来了 你怎么会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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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出来了 啊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粉丝福利翻画的是邵老板 你看 言乐把他画得比你都帅 小蕾叔叔好帅啊 这哪儿我帅啊 我说的是漫画里的邵老板 比漫画里的你帅 至于真人吧 来我看看 我看看 我们俩临身最帅 我师父最帅 这也差不多了 这也差不多 你看啊 我本人有漫画里这么胖吗 连有那么远吗 我觉得画得挺写实的 你最近是胖了不少 那我不吃了 你最近休假不是去疗养院陪妈妈就是在家给我做饭 都把我给喂肥了 你还怪我了 嗯 你看 我知道一个非常消耗卡路里的方式 要不要试试你 我还知道一个更消耗卡路里的方式 要不要试试你 我还知道一个更消耗卡路里的方式 幸福的下落 心动就是线索 永不见证你和我 汲取那么多 还好我们没错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陶明敏同学 要不要逗你们的 赞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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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上次咱们两个 一起来汽车电源 我们的关系 好像更像是对手 算不上对手 你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对手 不是 我的意思是啊 上次我们是合作关系 但现在是更深入的合作关系 那为了未来更深入的合作关系 要不要这个周末跟我回家 见见我爸妈 这名字是你取哦 喂 我马上到了 你可以下楼了 我马上 我弄了头发就下去 好 请回家 少龙 怎么了 好 我知道了 对不起 有点急事 你先自己高铁出发 我今天晚点 再开车去你爸妈家 你就是少林心理咨询所的合伙人 林申是吧 是的 你那里最近有个来访者 叫孙东吧 他突然失踪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孙东的家人报警说孙东失踪了 警方叫我过去做个笔录 配合调查 他在留下了一本日记后 就开车消失在了郊外的森林里 这就是他那本日记 里面详细记录了 他在得知你母亲 用了他经销的乐见心电监护仪 而险些出意外之后 他的心情变化 当时你们使用的心电监护仪 出了一些状况 并未及时发出警报 他说他觉得自己犯了 不可饶恕的错误 还说自己不值得被原谅 所以他的家属怀疑他失踪的原因 是在催眠中 受到了负面的心理暗示 换句话说 他们认为是你在心理咨询中 故意诱导孙中 产生强烈的愧疚心理 致其抑郁加重 不可能 我不可能 跟他说不值得被原谅 我甚至没有跟他提到过 我母亲的事 孙东授权你在心理咨询时 为他全程录像 但在乐见出事后 你给孙东做催眠池 就没再录过像了 是 但这也是应了孙东本人的要求 有一次他跟我提到说 录像机会让他感到紧张 无法进入催眠状态 所以在那之后 我才没有再对他借信过录像吧 我理解你们的质疑 但事实就是这么巧合 孙东家人说 孙东手机录音提到了指向我的 关键证据 所以现在警方就怀疑 你跟他的失踪有直接关系 这件事的背后似乎没那么简单 要不这样 你和你的督导师再研究一下他的案子 可是我这个来访者觉得我自力太浅 他今天说想要转接到你那儿 是吗 自媒体的跟进也太快了 现在都开始发酵了 你看看手机吧 这次自媒体的口径出奇的一致 幸亏还只是本地媒体 不知道会发酵到什么地方 孙东的家属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很明显是冲着你来的 你要有心理准备 希望不要波及到肖肖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乎 臭家伙 亮了我这么长时间 我回来了 你怎么没回我微信和电话呀 我告诉你完蛋了你 我 我手机坏了 那你用别人的手机给我打个电话吗 吓死我了 害得我赶紧回来了 我本来还想跟我妈多待两天 坐 这个是我妈做的 萧氏祖传担保饭 我妈做的绝对不是黑暗道理 特别好吃 我已经学会了 以后我做给你吃 来 怎么了 晓晓 我们还是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 为什么 这两天 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好好想了想 我们俩不合适 我们俩哪儿不合适了 我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你 你在我身边 我没有办法好好去思考 我没有打扰过你啊 咱们俩工作的时候 一直都是各忙各的 我没有吵过你啊 你看 你总是这样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空间和距离 我也需要 自己一个人好好地去思考 和面对一些事情 我知道 你是遇到什么事了吧 那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面对啊 就像之前一样 也许我能帮上你忙呢 就算我帮不上忙 我也可以一直陪着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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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挺好的 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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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难道不知道 男女时间一辈子就等了一辈子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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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好 好 好 的巧合的成就 就在解开心结的背后 是我是谁 Cause love is by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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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use love is blin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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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昨天晚上 兄弟们不能帮你去揍渣男 只能送你一趟散心之旅了 去昌仲民宿好好玩去见 去昌仲民宿 去昌仲民宿 什么情况 原浅 原浅 你看 萧萧怎么突然辞职去旅行了 我也不知道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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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林某 应与来访者孙某有个人恩怨 所以在与孙某进行催眠咨询时 进行了诱导暗示 孙某自杀昏迷 林某已停职接受警方调查 林某已停下 林某已停下 这次再找你们来 是因为刚刚孙东被找到了 是他自己拨打的报警电话 找到他的儿子 他晕倒在了自己的车里 尾气通过一个软管 连接到车内 初步断定 现场无第三者 排除他杀可能 这是从车内找到的手机 孙冬平时用的睡眠监测APP 里面有你和孙冬的一段对话 其实是远没有你想象到那么痛苦 就相当于在睡梦中死去 勇敢一点 你先都解脱了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这段音频录道的时间 刚好是你和孙冬最后见面的时间 之后他就自杀了 正应了录音中的那句话 在睡梦中死去 我们不会直接采纳单方面录音 后期会对录音内容的真实性 进行鉴定 当初是孙冬突然主动提出 药从我手里转到林申手里 那之后没多久 疗养院的乐见监护仪就出了鼓掌 齐阿姨险些处事了 现在孙冬突然自杀 网上又挖出了林申和孙冬的关系 这成了所谓林申害人的动机 这么多巧合正好缓缓相扣 才演变成了如今的局面 但凡却是其中任何一个巧合 都不至于发展成现在这样 而在此之前 左右着孙冬情绪的 一直都是投资公司对他的态度 请进 周老师 孙先生 看您今天的状态好了很多呀 今天上午我又去了一家投资公司 我原来以为没戏了 结果我走的时候呢 老板把我叫过去聊了一通 对我这个项目挺有兴趣的 约了下周再见面相聊 那这是好事啊 来 恭喜 恭喜 谢谢 投资公司给出好的反馈时 他的情绪明显好转 但隔周之后 他的情绪又开始急转直下 甚至提出要更换 心理咨询师的要求 有个事请您商量一下 您说 你们客服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们的资深咨询师 林申老师 时间已经腾出来了 要不你就把我转到他那咨询呢 时间线上看 应该是他和投资公司老总聊得不顺 可为什么网上把林申的底霸得干干净净 却只字不提孙东创业遇到瓶颈的事 不知道林申现在怎么样了 昌乐市遇十年来最大暴雨 并引发强泥石流 目前已有三十二人在此次泥石流在海中失踪 其中八人 是在当地旅游的游客 是在当地旅游的游客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问 对不起 谁 谁啊 小齐哥 你怎么突然来了 我看到泥石流的新闻 我打电话给你 你也没接 我很担心你啊 就直接来了 我手机摔坏了 不好意思啊 让你担心了 怎么想到一人来这儿了 就突然想要一个人散散心 你们少林不用上班的吗 我从少林离职了 离职了 嗯 为什么 其实呢 工作跟谈恋爱是一样的 每天朝夕相处的 要是做得开心呢 就继续往下做 要做得不开心呢 就可以换一个新的 肯定会有更好的 来 吃东西 吃 有开心吗 有开心吗 怎么一场泥石流 把你们都冲到我这儿来了 林老师应该挺忙的吧 我不忙 哪有范总忙啊 范总那么大个气 没用了 来 尝一个 谢谢 谢谢 好吃吗 挺好吃的 看上咱们俩口味是一样的 你们两个要不要喝点什么 我带了 我 我 昨天晚上没太休息好 要不 昨天晚上我也没有太休息好 我住在隔壁 有什么事的话 在这儿叫我 需要给你订个房间吗 不用了 谢谢 我开好了 走了 我 谁啊 我 我 我有事儿找你 我也有事儿找你 乖 你找我 是为了这事儿 不然呢 我找你还能什么事儿 难道找前男友叙旧吗 孙东有和你提过投资公司的事吗 没有戏聊过 但在孙东找我咨询的期间 他每次情绪波动的结胆 都跟投资公司有关 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 为什么万能的网友 能把你扒个底儿掉 却没有扒出 孙东创业遇到瓶颈的事儿 接下来我想我需要 林老师你的帮助了 你那段时间给孙东做心理咨询时 放的就是这首钢琴曲 对 我记得他说过 这是他女儿新学的钢琴曲 每次谈给他听 他都会莫名地感到很放松 你那天的心情 应该和现在差不多 你感到自己很累 身心 也渴望得到休息 有我在 不用担心 慢慢放松 可以深有你的思绪 不要散放松 请进 邵老师 孙先生 感觉你状态很不错嘛 今天上午我又去了一家投资公司 老板把我叫过去聊了一通 对我说 明天是着急 你会得到家里面 不通过去聊完 我会认识 你会得到家里面 变得到家里面 你呢 你也会得到家里面 你还会得到家里面 你会得到家里面 我会得到家里面 第二单 第二单 第二十 第二 一个 难道是 晓晓 你在吗 我去开门 不能让他知道你在我房间 你快躲起来 为什么不让他 我想知道这么晚他想说什么 快快快 拉好了 小极哥 我刚才在上洗手间 那手机坏了 给你买了一碳 不用 这怎么好意思啊 买都买了 拿着吧 别别别 我这怎么谢谢你啊 真不用 拿着吧 你要真谢谢我的话 给我喝一杯 好多好吃 这虽然被关在这 下去了空间里边 但是因为有你在身边待着 反倒是觉得 希望这时间过得慢一些 你那么忙 被困在这样的小地方 得耽误多少工作啊 这工作跟某些人比 其实工作也是微不足道嘛 不在乎 没事 就 notes 我们自用的 好 好 所以 两个月 你怎么没关聡 你怎么喝 什么 确定 你讲 为什么 都 你怎么一个 送到 我 真想说来回难堪 轻易把谁的秘密看穿 却同样习惯了沉睡情感 迷宫一般的纷乱 自我催眠兜兜又转转 想寻找的方向有太多阻断 渐渐斑斑心茫然 怕经历之后又走散 人带我多期盼分享的伴 接受命运莫测变换 到自己内心深处看一看 是否谈寻到了爱 还会感动止汗 接受人生长路漫漫 抹蓝跌宕践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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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叉觉心中执念 该勇敢推翻 懂得简单才最不良 迷宫一般的纷乱 迷宫一般的纷乱 自我催眠兜兜又转转 想寻找的方向有太多阻断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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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路漫漫 博蓝跌宕月经千帆 重察觉心中执念 该勇敢推翻 懂得简单才最不难 迷宫一般的纷乱 自我催眠兜兜又转转 想寻找的方向 有太多足短 千千万万心茫然 怕经历之后又走散 忍耐我多期盼 只守得伴 接受命运莫测变换 到自己的心深处看一看 是否谈寻到了爱 还会感动震撼 接受人生愁入漫漫 波澜跌宕而尽前奔 中察觉心中之念 该勇敢对方 懂得简单才最无凡 怎样才算没遗憾 真心我敢开口证谈 自然有了答案 字幕志愿者 创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